一個中協的教師 然後呢 從中協教師呢 到我沒有課程可以教 我必須要來開辦 我自己的詩人的一個補習班 在台灣叫補習班 在那個 日本叫 在那個 大陸這邊呢 叫做裴信學校 如果以辛酸的話呢 在我們都叫辛酸 在日本呢 叫做漢龍 所以呢 我對這樣的一個思維 我一直在想 在我小時候 我的老師 教我們打算盤 是因為我是農家之力 希望我們呢 長大以後能夠到銀行工作 因為那時候的台灣 打算盤二級算 豬算二級算 可以到銀行去工作 我不用在鄉下放牛 我可以比較有 能夠好的生活 能夠改善 那我坦白說 我非常感謝我的老師 教我們打算盤 因為有了算盤 我這一輩子 才靠算盤在生活 那我之所以呢 那我之所以呢 這麼講呢就是說 實際上呢 台灣在豬心算的發展呢 一直一直保持很熱衷的一個熱度 尤其在台灣省商業會 他一直都是 推動豬心算的一個龍頭 姑且我們不要談這些就是說 即使在韓國或者是在日本的工商會議所 也都是在商業團體在推動的 然後呢 如果以時空背景來講的話 以時空背景來講的話 在80年代那時候呢 是心算的一個開始 兒童心算 那時候的兒童心算大概是這樣子 那時候在台灣呢 大概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右手代表個位數 左手代表四位數這樣子來進行 那我們並不是說 認為這樣的一個手指算是不好的 真的不要這麼認為 他反而是帶動以後整個心算 朱心算的一個市場甚至一個風場 但是在比這個手指算的同時呢 我們是不是有很適當的把這個手指算 軟入到導入到朱算的這個部分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好像現在的九珠 我們不否定九珠 但是九珠的他的導入的這個階段 導入在亂談的這個階段 你是不是做得恰當的 這個非常重要 那我為什麼剛剛說